十四一百度 百度早安你好我是惠敏 早安你好我是Aaron 那今天呢我们同样还是有客座时评员 孙天美老师呢在现场为我们点评的 天美老师早 老师早 是那现在呢来到第二段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聊的就是关于 女学生骂老师 然后呢遭到鞭打 这个风波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些什么东西呢 这事件其实我这几天一直在看报纸 然后我发现媒体其实有一些东西是没有报道出来的 我很好奇几件事 第一件就是这是不是第一次 女学生第一次叫老师阿瓜 还是已经叫了很多次了 因为只是第一次叫和很多次叫 那个老师的情绪愤怒状况 新闻报导是有说 其他很多学生会有叫老师是阿瓜 但是这个女生有没有时常去复合 那就不得知了 其他学生叫可能只是叫一次 老师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再叫 那或者就是说私底下感情非常好的 老师不介意 那这个女生她到底是第一次叫吗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学生跟老师感情如何 还是平时她就 她有没有在冲撞老师 或者平时她很乖的 然后她第一次叫 所以她其实这种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状况 就会反映出老师这种做法是究竟是什么原因 她如果说女学生第一次叫 她就发狂 而且假设女学生第一次叫 女学生很乖 然后老师就毒打她 所以这就表示其实老师她自己本身情绪 真的有严重的问题 或者她最近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后她宣泄在这边 那或者另一种状况就是 这女学生向来就很难管教 在班上制造很多问题 又或者说她已经叫了很多次 老师跟我说你不要再叫了好吗 她也是持续在叫 我们都知道嘛 我们中学有些同学也就是蛮捣蛋的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老师也许会觉得说 既然我跟你讲了这么多次 我苦口婆心跟你说不要叫 我跟你沟通过了 你都不听 那我就只好打你啊 我用打的方式告诉你 你错了 所以她的状况是 这两个chimero 就是两个状况 代表处反应处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明白 所以如果老师是因为 自己情绪的问题去答学生 这当然是老师不对 如果老师是觉得说 他是想要把学生教好 他用这种方式 老师就是他有好意 他想要用一种方式去教学生 可是这种方式就是说 以我个人来说 我非常反对提罚 我是认为无论老师的情绪状态是如何 老师都不应该用提罚 就算是他觉得 去教育学生是为了学生好 也不应该用提罚 因为老师如果采取提罚的方式 他觉得我是高你一等 我是有那个权利去伤害你 我伤害你是为你好 可是我们被伤害的话 怎么会是为我们好呢 为什么朋友打你一巴掌 你会生气 老师打你一巴掌 就不可以生气呢 就心里你针对那一个人的身份跟地位 好像有分别对不对 是 可是我们是不可以 老师是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去教学生 有些人会说 班上学生这么多 50个人一班 老师怎么一个一个去教 如果老师一个一个讲 他怎么有时间能够完成他工作 这个就是学校的问题 学校怎么派这么多学生给老师教 这个就是整个体制和一个结构问题 学校要怎么安排 是 还有教育部是否愿意派更多老师 给这些学校 那如果老师的人数充足的话 学生当然就是能够有适当的比例跟老师 而不是一般50个人 像我小学就一般50个人 老师根本有时候 学生名字就问 我们都是啊 都是 你们还比较严重一点一点 50个是很基本的 是50个是很基本的 是说的是滑小 是 所以这个其实会造成 学生很严重的偏差 我们先这样说好了 老师会打的学生 一般上我们可能那些学生是属于家庭背景比较一般的 如果是马哈迪的孙子 你说他再坏老师敢打吗 可是如果是我们坏跟马哈迪的孙子一样坏 你说老师打我们还是打马哈迪的孙子 所以这个变成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权力的架构 老师打学生就是我比较我的阶级比你高 所以我有权去说你对 说你错 所以我就打你 你必须要接受 你不可以回应 而且我也不要知道你不高兴在哪里 你为什么会犯错 是这种的思考方式 而且我是为你好哦 我才打你 所以它是一个单向的沟通吧 就是总而言之 我告诉你说 我不满意你这样的做法 总而言之 你接不接受是你的事情 是 那如果是马哈迪的孙子 他不敢打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也害怕那个权力的阶级 那马哈迪的孙子 就不应该是你要好好教导的学生了吗 所以这个就变成体罚 本来就是一个权力的一种阶级 那体罚为什么不好 当然除了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之外 其实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像刚才惠明有说的 老师就说我不管怎样 你要听我的话嘛 这是单向的 可是每一个学生犯错 总是有一个问题 如果那个学生很喜欢打人 很喜欢跟人家吵架 其实学生的行为模式 一般是从家里学来的 如果父母是家暴的 他学到就是说 他情绪不高兴 他就应该打人 或者父母每次都是用那种语言 去骂他 他来到学校就是用那种语言 因为我们人最初的教育就是家里 家里之后再到学校 所以我们在学校所有表现是完全受到 家里的环境 父母或者重要的照顾他者 我说重要的照顾他者指的就是 有一些家庭他们可能是 保母父母没有办法带 隔代教养之类 所以我们都是受到父母或者重要的照顾他者 影响我们个人的行为和说话方式 那这些小孩他们去到学校之后 他们当然很难跟很多同学交往 甚至他们会造成很大问题 这时候就是要老师去了解他们 去知道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然后去导正他们 可是当你只是觉得他做错 你就打他的时候 你并没有帮他解决问题 你其实反而让问题升级 就是说他学到就是我在家里不对 我爸妈觉得我不对就打我 我来到学校老师觉得不对就打我 所以以后我觉得我的朋友 或者我出去工作谁不对 我就打谁 这是他从小得到的一种教养 所以这是一种模仿 所以他以后的小孩他都会用打的 这样子打下去呢 其实他会让很多人就是会有一个问题 他有很强烈的服从心态 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服从 我不听老师话 我不听爸妈话 我就要被打 然后被打都是痛的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就 好你说什么就做 我就做 不敢对不对 我都做 所以他会导致一个人会慢慢没 不敢有自己的思考 是 然后说他出去工作也可能会被其他人霸凌 因为他就是太顺从了 他担心被打 他担心其他人欺负他 所以他会有两种状况 一种就是他会去打比他弱小的人 另一种他碰到比他强大的人 他就完全的服从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社会慢慢变成一个完全是服从性的社会 然后大家都会都会很怕领导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被被打大的嘛 有些人没有被打他们就会有很强 就是有那种自尊心 然后没有解决问题的方式 然后被打大的他也没有解决问题的方式啊 因为没有人交过他怎么解决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提罚 所以整个我们要看的问题就是说 他先是整个结构和教育体制的问题 人数太多 学生人数太多 老师总会失控 我们总觉得说老师不应该失控 老师的情绪应该要很强 他才能当老师 可是你忘了老师也是人 老师也有家里的问题 然后同学50个一起反 你试看你全职当个妈妈 照顾一个婴儿看 你都快做到狂了 那这个是50个小孩的话 老师要照顾50个也不容易啊 所以老师难免情绪失控 又或者他很难一个个沟通的时候 他就用打是最简单 最直接的方式 对 可是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就是说 我也曾经被老师打 我现在才发现原来 那时候可以告老师 1957年的法令就是说 女学生不应该被打 我那时候被打的原因 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可是他造成了我跟我姐姐很大的问题 哦 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学写字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写纸张的纸 然后因为之前刚学高低的低 那下面不是有一点吗 有一点点像 对 是 那纸张的纸写的时候 我在班上抄了之后 我回去 我不确定我到底有没有 没见到那张那个点 所以我就问我姐姐 我姐姐可能是写错别字 她也是有错别字 每个有错别字 她就直接跟我说有有点的你一定要写 所以我交上去就被老师打了 老师就打手 因为她那时候说同学不可以写错字 写错字表示你在班上不专心 所以你第一天写错字打一下 第二天写错字打两下 她不是说你第一次犯打一下 第二次犯打两下 她是排下来 我刚好是第五天 我写错一个字我被打五下 所以我当然是憎恨我姐姐 那时候才一年级 我觉得我姐姐 害了你 对 而且她没有知识 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 我不再请教我姐姐任何东西 而且我很憎恨我姐姐 所以老师就是 她用这种方式去教 她觉得这最方便 当然我从此没有写错字 可是她造成的问题是 我跟我姐姐彼此的感情出现问题 所以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那学生成为这样子之后 她会有很多反社会性行为 然后犯罪律也是 亲子关系 以后全部都是问题 而且还有压力和忧郁 也可能会发生这些事 这些都是很多研究过 体罚行为之后的人 写出来的一些 这些研究心得 所以体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或者我们华人 常会说不打不成器 打了真的成器吗 明白 就很多人可能在以前比较小的时候 大家都是经历过鞭打教育 所以都觉得没什么事情 但实质上 它给我们心里带来的伤害 就不是说你在短时间之内 可以马上看得到 而可能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才看得出它长期的影响 不过在这边 我觉得说关于这件事情 其实父母跟老师 真的是需要一个很良好的共同 不然把事情闹大之后 其实对每一个方面都是有伤害的 等下回来再聊双宋事件 我们下期再见